完成今天我们两个功能了 还有个订单确认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确认 订单确认是不是跟审额差不多 其实我们也是把这个订单状态把它改了 还有确认人 那就是差不多一样的 只不过我们这个订单状态是不一样而已 由1改成了2 那下面实现起来就比较容易了 都是手工活 不用过多的思考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还是要做 我们把它做完 在我们的这个order壁子里面 再加一个方法 这个我们就做 确认 确认 那这个我们就 Do Start 把这个停掉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确认 确认员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采购源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采购源 好那接着到我们这个实现类去写 好把这些都关掉太多了 从这个里面把它的方法把它靠下来 那这个是采购源 我们的采购源 我们的采购源 那我们是这个 审核的我们把它改掉 这个地方应该是我们的 Check 好了上一个状态应该就check 就已经选择过 确认过 然后我们这个状态应该变成是Start 是吧 好这个地方省了 我也把它改成叫做确认 好 然后这里呢也要改掉 不要漏掉 是我们的Start Start Time 好 你改定章已经确认过了 然后定章的状态 也改成是Start 然后我们的 确认的时间 确认人 好 那我们就把这个衣物全部给写 在那起的时候 就一定要去再警察一遍 我们就改的是我一个完整 好那下面到了我们的Action 确认人 确认人 对这个 Starter 确认人 好 下面到我们的Action Action Action 打开 我们的Order Action 也是一样 把这段Copy 改一下这个方法 叫Do Start 那么这是我们的订单 确认 你还没有登录是吧 这个是我们的Do Stop 那这个是我们的确认成功 这是确认失败 这样子我们就把这个Action端也写 是不是很快 好 那下面就到我们的前端了 是吧 是吧 那这个应该打开我们的Order 10.js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也要判断一下 因为 我们应该查出是所有已经审核过了 是不是 才能进行一个确认 对吧 所以我们这里也要offer 叫做一个Do Start 如果Do Start 如果Do Start 那么应该是给他一个1 是吧 查了是状态的1 那这个是确认义务 只能查出已审核的 你审核过的定乱 你审核过的定乱 好 那接着我们这个按钮就不再叫审核了 对不对 那也是一样 我们也复制一份 这个叫Do Start 好 那我们接着这个按钮就要确认 那我们这里也就要确认Do Start 好 那接着我们就给他这个加个Do Start的方法 是吧 那么Do Start的方法也一样 Copy 是不是很简单 西非大法 这是我们的确认 确认又确认嘛 对吧 好 就把它改成确认 确认又确认嘛 好 这是我们的 这些提示方法 如果是去到一个 要求原格 会有人给你的 会有人给你 这是有要求的 会有人给你 不然你这个提示信息就给一幕 体验不太好 我们就比较粗 我们比较粗 写下 比较粗 写下去就好了 好 好 那接着呢 我们这个提示成功 也是关闭窗口 刷新表格 好 方法名称 叫Do Start 好 好 那我们这个 去